《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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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人灵命中的时候 要看到他 让他平平安安地走 不要让他生气 不要去碰他 他睡在床 床都不要碰他 都要距离远一点 不要碰他 为什么呢 碰他怕他有痛苦 他去呈怨恨心 那他就麻烦了 临终的时候 再一发脾气一不高兴 就地狱去了 这个常识不能不知道 所以临终要走得安详 断气之后 在佛经上讲 八个小时以后 再去动他 给他换衣服 给他洗身体 再去动他 八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动他 最安全的 十二个小时 他的神尸真正离开了 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现在生病都在医院 医院到病危的时候急救 那真糟糕啊 急救的时候 那就像地狱一样啊 那人痛苦恨透了你啊 所以现在人不能死啊 你在病院死的时候 很可能都到地狱去了 那怎么得了 所以这个事情 不学佛的人不知道 学佛的人清楚 走的时候到哪里去走 最好是在佛门道场 为什么大家都懂得 知道照顾 啊 临走的时候 家亲眷属 都要把他隔离 那为什么他又亲情 他到时候忍不住 大哭大闹 会影响这个人往生 他又动了感情 又舍不得了 好 这一生佛又白念了 那这些常识啊 家亲眷属平常都要常常讲 让大家都知道 啊 临终的时候才能够平平静静 那不要生障碍 那真叫报恩 那亲情舍不得 又哭又闹哭 那是害他 把他往佛道里送 全都做错了